自中国政府决定派民航包机将海外滞留湖北级游客接回武汉后 几天来已有多趟航班从各国包机返程 作为率先执行特殊包机加班的下航乘务长杨敏 为稳妥起见 目前正在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观察 期间他通过视频连线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 讲述了从泰国曼谷接旅客回武汉的全程 15分钟准备 一小时内集合 在接到此次特殊加班任务后 1月31日 杨敏所在的机组成员用最快的时间从家里赶到下航总部 简短的开会 聆听航一嘱咐提醒 随后就登上了机场百度车 任务特殊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都没有告诉家人 因为怕家人担心 出门的时候都是默默穿上制服 悄悄离开家 出发前 我们针对这个航班形成了安全风险评估 特勤处置预案 和避免感染的交叉式服务凌晨 整个乘务组为保障好此次特殊的包机任务 我们在机场互相机长加油 当天北京时间13点17分 飞机从厦门高企国际机场启程 经过三个多小时后 抵达泰国曼谷 为了对旅客和自身负责 乘务组除了常规制服 外面还加穿了防护服 护目镜和口罩等装备 接上旅客后开始忙前忙后 杨敏负责播报 500多字的广播词一字一句 对比平常来说吃力很多 防护服一旦打开就失效了 为了旅客和自身的安全 机组在曼谷落地前 就提前穿好了防护服 大家有近九个小时 是不用餐不喝水 更加不能上厕所的 曼谷天气特别热 落地31度 大家里面穿着制服 外面穿着防护服 透过护目镜 还是看到大家脸上都是潮湿的 眼眶周围有很多的水珠 尽管看不清彼此的面容 但杨敏所带领的乘务组 依然有条不紊的 向旅客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从曼谷到武汉一路护送回家 当飞机平安落地 抵达天河机场 出舱离开前 一位旅客回头 向乘务组竖起了大拇指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杨敏 下机的时候 旅客和我们道谢 他们说 离开的时候 没有想过回归是如此艰难 坐上下航的飞机 才敢相信真的能回家了 虽然我们隔着口罩 隔着护目镜 但是隔不开的是 我们对武汉同胞的爱和尊重 送完旅客到达武汉后 机组九人 加上一名随心医生和一名护士 在2月1日凌晨 才飞回最终目的地下门 整个航班执行时间 长达11个小时 脱下防护服 进行相应的消毒后 杨敏到家 已是凌晨两点半 一个接武汉同胞回家的航班 一个让天欠变通途的航班 说实话 我作为这个航班的一员 我是很自豪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